喜悠光明 慈等主 恭贤贤劫 前佛等 你如果会唱语 可以一直唱 无语光大 十方尽 十尊空心 护法中 贪嗔神中 尽风前 父母为首 友情中 此身一己 各所身 皆能清见 佛尽度 愿与弥陀 何为意 三宝三根 终底里 无等如此 说法愿 祈请假批 素得成 地亚踏踏 奔扎之鸭 对不起 走掉了 没声音的 没声音 2-少姦刑 杜刑 1-少姦家 lluv刑 0-3-寸刑 这个音调是很庄严 我想太晚了 明天我们再唱 但我简单解释 在这里第三首 愿与弥陀何为一 当然这是阿迪霞尊者写的 所以第一次教的时候先不要改 当然假如你自己发愿 你要求生药师净土 你可以写愿与药师何为一 也可以 或愿与观音何为一 或是愿与地藏何为一 都没有关系 这是尊贵的阿迪霞尊者他写的 他说稀有的光明 当你捧着这个灯竹的时候 你要观想 他可以供养的是 贤结的千佛 一千尊佛都在你面前 有像无于广大的十方 无量无边的世界 你的上师 本尊 空行跟护法 或活法身 你都观想他 一盏一盏灯 都一灯 变七盏灯 七盏灯变十盏 十盏变无量无边 那所有菩萨他有净土 在西藏佛教叫谈成 谈成就是净土的意思 他有很多慎重 我每一个都正成的奉献 奉献给诸佛菩萨 也供养所有的父母 所以父母也很重要 所有父母呢 多生多结的父母都要感谢他 一切的友情众生 此生以及各所生 就是这辈子的父母 我带他点灯 过去的父母我也帮他点灯 希望他们都能够遇到 清见佛净土 希望我发的这个愿 点的这个灯 可以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合为一 希望佛法身三宝 然后三根本是西藏佛教 叫上师本尊护法 那是三宝跟三根本的力量 都加持我 让我度一切的众生 希望我如此发的愿呢 你能够加批我快速的成就 接下来这个咒语呢 叫 Deyata Deyata Deyata是指咒约的意思 就像新经有讲 Deyata Gate Gate Para Gate Para Sangate Bodhisthva 没关系 这个下面的咒叫圆满咒 Deyata Benjajiya Awa Bodha Naye Soha 念三遍 一直希望你的供灯呢 能够圆满 所以这个点灯祈愿文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好 那我们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明天奖金供修完 就我教大家唱这个点灯发愿文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回向的部分 念普贤行愿品的祭送吧 请合掌 你跟我念 就是我念一句 你念一句 没关系 发愿最重要是在你的内心里 我念普贤行愿品 我先念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逆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这个就是最精简的祈愿文 没有在讲义里面 没有关系 这是普贤行愿品的祭送 好 请合掌 我念一句 你跟我念一句 好 我此普贤书圣行 一起念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逆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树网无量光佛叉 好 今天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我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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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切甘慈慈 我已行精神医 一切便利 精悟 佛弦 恒言为神医 一不全一切如来线 一ßen佛弦 撒神神 一便利 撒神我 一一身中身俗佛 各自菩萨宗慧众 无尽华皆生于难 真心知华皆颂满 各亦心音诵海菩萨 无尽妙言诗 精灵未来与切解散和深深共得海 与之醉深妙化满 此也涂香几山盖 如是醉深庄严君 我已公养资资来 醉深以乎醉宋相 母相朝相以德子 亦亦皆如妙高尽 我去公养资资来 我已公大身觉清晴 尘清亦写三十方 心已普贤恨远灵 普遍共养资资资来 阿其所照之后也皆有无事贪神 是宗神与之所生 你皆无尽皆无尽皆三回 四万一皆自众生 而神有些既无些 欲见路来意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心 世望所有世间 等罪至世上求菩提侦 我请亦学解全全 专与普上妙化吞 知我作与思念般 那些自身而全全 为人就自杀尘 千底多余学自众生 少有力赞 供养和情和自私转化论 随其善悔自善 更回向众生 其佛大愿将与思生 功德回向 苦上真化解 心向佛华寂宋邪 而提罗通三倍云 如此不良功德 海phony马辛三更 表达人 监驱 偷拎 帮洪瓦 代表 自私 美 自 命 麻 另 tief ái 昹 绝 却不退 乃至悉空世界境 众生去而怀恼其 日思思花光无边缘 尽微相依度思 那摩大恨普遣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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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摩阿弥陀佛耶 多大切多耶 得地耶 多阿弥陀佛比 阿弥陀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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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南地 阿弥陀佛比较顿 看起 Ark阿弥陀佛比 阿弥陀佛比 阿弥陀佛比 迦南地 阿弥陀佛比较难 地阿弥陀陀佛比较难 切明里切切 哪自度加利沙坡 南无阿弥陀佛愿 度达解脱愿 阿弥陀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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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比较难 地阿弥陀佛比较难 切明里切切 哪自度加利沙坡 请和长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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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 大家晚安 关于共修 我要多说几句话 在座很多的连友都念得很好 很虔诚 但是我发现有几位连友好像很陶醉的 眼睛闭着用听的 这样的方法不对 听假如能解脱的话 那我问你 像菩提长青卖DVD大悲咒 二十四小时念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CD应该就有翅膀飞到极乐世界啦 他二十四小时都在放啊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身口意要全程念 大部分都很好 但是我还是要叮咛一下 有些是初学的 身口意都要一起全程的念 当然可能你上班完你觉得你比较累 气力比较小 可以念小声一点 共修就是自己跟别人修 一起功德更大 就像点一盏灯 两盏 变十盏 十盏 变无量无边盏 不然你在家里念就可以啦 你在家里念跟现在大家一起念的力量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念力不同 所以你要出声音 不要很陶醉的在听 这样的想法 修法是不对的 当然不一定念的很大声 可是你要自己听得到声音 共修要跟着沐鱼为挪的声音 当他敲快的时候你就大声开 叫他敲慢的时候你就慢慢念 要和和 共修是训练大家要和和 就像一个合唱团一样 你不要说 哎呀 我的声音很大 人家说 哼哼哼哼哼哼哼 那就不和和 你的声音再美 但是不和和 所以共修不是要标榜自己 要跟着维挪跟大众一起唱 第三个 假如你经文也熟 你能够观想更好 或者功德力更大 观想你一念华言会上佛菩萨 所以为什么我幻灯片 会放华言三圣给你看 对 请切换 放针片 就是让你去观想 观想 你平常观不了 虽然这是木雕的佛像 但是佛曾经说 若有人见到他的佛像画像雕像 从你心生起所缘的那个功德心 就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注意在你的心的所缘境 所以我们有深 口 意 假如你经文已经很熟了 编念当中你能背 那就很好 因为你的心要更专注 第二你可以依经文去观想 有华言会上文书 普贤 一个变 七个 七个变 无量无边的 这个不叫打妄想 这叫随文入观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下 观到像华言经重重无尽的境界 但是你常常练习 常常练习 你自信的这个毗卢遮纳佛 自信的般若波罗蜜 跟自信的普贤怨海 他就会升起 这是供修很重要的地方 提醒大家 我虽然很唠叨 鸡妈妈的妈妈很鸡婆 可是我还是多讲一点 会比较好 现在请看讲义五十三页 到任何道场去供修 都应该很专注很虔诚的念 心恭敬 比你外在的形式还重要 请看五十三页 好 看丙八 愿波罗蜜分三 丁一 总说 以巧事的介绍方便波罗蜜 经当说愿波罗蜜 诸菩萨最大有十大愿 好 昨天讲到这里 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请大家翻开到六十三页 对不起 听我讲经要很专注 翻过来翻过去 翻过来翻过去 你心要专注一点 对不起 因为这是补充 讲愿 讲十大愿之前呢 我要先讲点灯与发愿 点灯有很大的功德 也有很多人有问我 所以在这一次 我会讲一些点灯的功德 请看幻灯片 这是五台山阿迪霞尊者的雕像 先说点灯或共灯有无量的功德 不在你讲义里面 这是补充资料 请专心听 你也不要急 这些资料 因为讲座的主题 我会把大政杖编号第十六册702 有一个说佛说师登功德经 我已经整理好了有十一页 在下一次讲座 法华经安乐行品的时候 会附在里面 因为这个主题跟那一章有关系 这边我讲重点就可以了 请看幻灯片 在高齐天竺三藏 那连提也舍 这位高僧曾经翻译 释迦摩尼佛曾经对摄立佛 及语会大众说 若有众生觉得障碍很多 病痛很多 有很多无量无边的修行方法 其中最为殊胜也方便 众生可以做到的是点灯与发愿 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点灯功德 你一定会说 为什么寺庙要点灯啊 对不对 有人还有一个脸友曾经问过我 说师父啊经济不景气嘛 你们拼命这样烧 烧掉了很多油不是很浪费吗 我听一听笑一笑 这个人根本是没有佛法基础的 他不知道做一定有他的功德 不然为什么佛会说点灯功德经呢 这里的点灯包含共灯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可以得到一种两种三种的清净心 注意点灯要有所缘境 所缘境我们经讲清音缘 所缘缘等无间缘跟真上缘 所以点灯呢最大最的功德在哪里呢 点在佛菩萨的圣像前 或者设立塔或者寺庙 因为所有的功德里面 以佛跟菩萨的功德最殊胜 这个不是分别心 不要乱乱跟我哀 不要分别不要执着 错不用在这里 这要分别要执着 要分别是分别我做的地方是有意义的 就像一个非佛教徒 他会说为什么佛教浪费这么多资源 拼命点灯呢 点灯有很大很大的功德啊 就是因为众生没有福报 所以我们能做的有限 所以更应该发愿于点灯 那点灯的时候 第一个要有所缘境 最好前面有佛像 没有佛像的话 雕像也可以 画像也可以 那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 你会说师父点灯很舒适 那可是啊 我们在新加坡 我又不在家 我要去上班 那怎么办呢 答案是没有办法 真正点灯 是24小时不可以中断的 真正的来说 但是现在的善巧方便 那就只好变成 你在家的时候可以点灯 你人回到家里 你就把它点灯 你出去的时候呢 那你就把它吹掉 为什么呢 就是不得已的善巧方便 新加坡人是很重视安全的国家 没有错 他们很不喜欢火供 因为fire accident 的确没有错 万一比如说无常到了 你点灯的时候 不小心灯有打破了 你家里没有人 万一地震摇一摇回来 哎呀糟糕我房子烧了 全政府租屋都被烧掉 人家骂死你了 所以要有智慧 你点灯是功德 可是你的火灾 让我们全部都烧掉了 你很大的功德 可是被你烧的人 都会诅咒你 甚至骂你的 所以要有智慧 这是不得已的现代时代 在传统的寺庙里面 点灯呢是有香灯师 24小时会照顾 而且点灯呢 有些地方呢 它有蚊虫来 那你就买好一点的 那真的它要飞得来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那就阿弥陀佛了 所以不要太执着 你又不是故意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飞蛾铺火 听过吗 蛾啊 看到温度的时候 它会飞过去的 所以你尽量买那个有灯罩的 新加坡的人都很有福报 都用漂亮的水晶灯 很好 供的材质呢 看你的心 木头的也可以 铁的可以 你要用黄金的也很好 你自己决定 在你的心量 所以我要叮您 点灯的时候就像点香 你到家里回到家里 或者你现在睡觉了 睡觉的话没有关系 你小小的灯没有关系 知道吗 你就让它点 点睡觉 然后等到出门的时候 上完香 就把冷污灯吹掉 这是不得已的善巧方便 但是你又不要执着了 可能有善知识跟你说 油灯吹掉有不好的缘起 没错 经文上是这么说 那是指起恶心 故意把人的灯给灭掉 你现在是起大悲心 不要让火灾烧到你全部的政府组屋 所以果报不一样 这事也要提醒大家 请看经文 观灯片 释迦牟尼佛对摄利佛说 这一段你没有 你专心听就好了 你要写重点就可以 释迦牟尼佛对摄利佛说 若有众生在佛像或是塔 或是寺庙里面 发广大的怨心 布施共灯 得到光明的果报 可以得到四种和功德 当然在这里 佛说摄灯功德经里面 他讲了很多很多功德 一共有十一页 这个可以 一个讲座都讲不完 我挑重点讲 得到什么呢 那第一个摄身你的相貌会非常好 这是没有错的 佛也说常常得点灯 来生会得转轮胜亡 你看有些人相貌真的很好 那有人相貌呢 不能说不好 但是奇奇怪怪的 对不对 有些人呢 所以每一个人的相貌不一样 所以点灯也会让你的相貌很好 第二个点灯会得到广大的福田 资财就是福报 人缘 善知识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善缘 这个资财不单单指钱 当然点灯也会发财 没有错 但是不要因为点灯发财 你来点灯 那这样的话 只是世间的福报 第三 若有人他业障很重 动不动你家里人就发脾气 动不动呢 他就生烦恼 你甚至动不动拿好心的东西给他吃 他就说 你是不是要毒死我啊 这个叫恶业 你要为他点灯 第三个大善根增长 因为他的恶业 人家真心对他好 他都会怀疑 你是不是要害我呢 那是他的恶业 所以点灯也可以灯除恶业 第四 点灯在外在讲要点灯 最重要是点亮众生的菩提心灯 所以会得到智慧跟光明的果报 点灯要发愿 要发愿 待会我会讲 怎么发愿呢 在那个愿波罗密就讲要发十愿 所以他说 摄立佛若有众生 对于佛之体佛像 神恭敬心肯布施 点灯得如是的快乐 至于说 现在很多寺庙呢 说点灯啊 你自己应该严格说 比较好的儒法是随喜功德 当然各位呢 你也不要跟我抬杠 你会说 师父很多寺庙啊 点灯都要钱 还有分大中小 不要再太医这些 那是他的运作方式嘛 这个并不是说点灯不好啊 那你能点你就点大一点嘛 你不能就点小一点 但真正的功德是在你的发愿 观想跟回向 我再讲一遍 发愿 观想跟回向 就算你现在只有两块心币 我买一个最小的灯 我跟你讲 你观想的话 我告诉你 诸佛菩萨接受到的是 无量无边的灯 你所以是要买一个这样 大大盏 大大盏 也没有恭敬心 你帮我点 对不对 老娘来 点灯啦 对不对 烧香快点 然后就大摇大摆走出去 那你也是一点点的福报 因为你没有什么恭敬心 你也是散乱心 对不对 你又不发愿 又不观想 我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点灯最好呢 自己随喜供养 这个比较如法 接下来再看 点灯的时候 不但呢 平常会得到智慧光明 色身健康 种种一切顺利 特别是在这个 布施灯功德经里面说 人都会往生 往生的时候啊 要帮他点灯 因为他那时候 业力比较不稳定 所以你要帮他点灯 所以接下来呢 佛就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在塔庙中布施灯光明 善男子善女人 自己点的人 或为别人点呢 灵命中时 会得到这四种光明 好 给各位看一张照片 所以我自从去尼泊尔 圣地朝圣以后 我就天天点灯 一直到现在 我在点灯 那你会说 师傅你在这边奖金 你怎么分身点灯啊 我寺庙SBA 我有人叫他点灯啊 我昼夜24小时 都在点灯啊 对不对 所以你的点灯呢 听好 一般人都会说 我点灯哪时候点 最好是天天点 就像你供香花灯果竹一样 假如你实在不方便 起码可以初一十五点灯 或十灾日点灯 或是六灾日点灯 好 那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若能够天天点灯 那功德力会更大 好 请看这张 在尼泊尔满院大佛塔 我点十万盏油灯啊 点了三个小时 不是只有我 我们台湾很多很多的团体 为全世界呢 祈求和平而点灯 对是点苏油灯 对不对 所以你点灯呢 是透过外在的点灯 然后来发愿 所以点灯跟供香 跟供水一样 最好不要中断 起码初一十五点灯 起码六灾日点灯 或十灾日点灯 假如你爸爸妈妈生日的话 除了去外面吃饭之外 你也应该为他点灯 发愿 这样功德力会更大 所以尤其是你障碍来的时候 夜历来的时候 比如说万一 你现在好好的修行 结果突然晚上做噩梦了 半夜下醒了 怎么办 点一盏灯吧 点灯 我点香 然后对佛菩萨 若我集一切的众生 若我过去生 若我现在生 一念的恶心 一念的恶行 我带佛菩萨忏悔 你总是会做噩梦吗 那你就点灯 做我一念的善心 一念的善行 希望回向众生 回向菩提 回向无上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然后你就念念佛 念一百零八圈 然后你再回去睡 你就不会做噩梦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点灯的功德力 了解吗 好那请看经文 他说在灵命中的时候 你平常都要等灯 听好不要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 那万一大地震来的时候 你连灯都没得点啊 大家忙着跑啊 所以功德要平常做 他说释迦牟尼佛对善 摄利佛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平常就精进修持 而点灯的时候 在他灵终的时候 一生所修的功德 会得到四种光明 请看 第一个在灵终的时候 身心要分开的时候 他身心会安详的要走 他知道自己业力尽了 这时候他会看到 日轮圆满的涌现 就像太阳一样 太阳不像夏天那种太阳 夏天那种太阳 你会觉得很热 很燥热 不会 那是很庄严 很柔和金黄色的太阳 放光 第二 你会看到月亮 月轮圆满的显现 所以在这里回答 假如你晚上用功 闭关禅妻或佛妻 或是你用功 做梦梦到日轮跟月轮的话 这个叫做善根发露 恭喜你 这是好现象 表示佛法讲的这个精进修持 是有用的 但不要太执着 有些人他很用功 哎呀我昨天看到月轮了 就呱啦呱啦跟别人讲 明天我看到月亮了 最后呢什么都没看到 这个不要有炫耀的心 不要执着 但是你要知道 佛法讲一切是因缘果 因是你精进修行 缘是点灯 发愿观想 所以果你身心会安详 假如病痛很多的人 除了做医药不失念佛念咒的话 也可以点灯 点灯也会让你的恶业灿除 第三个请看 在灵命中的时候 你要身心分离离开的时候 你会看到诸天的天仲 一起来对你合掌赞叹你 这个也是好现象 但是天仲是指天上修行的天龙八部 或是诸佛菩萨 但是提醒你 不是你的过去父母 在地藏本愿经说 若有灵命中时 看到你的爸爸妈妈来接他 不要跟他走 那是你的冤亲在主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可以叫家人帮你点灯 点灯 然后发愿回向 然后那些人就离开了 他们也会得到功德 第四 假如你修得更好 你要求生进佛国土 比方说你要去东方药师净土 你就会见到临终八大菩萨 然后药师如来 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就会现前来接你 假如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就会看到西方三圣来接你 这是很好的瑞相 那就恭喜你 永托轮回了 所以这经文讲 第四 灵命中时会见到如来 印证 骗之 做菩提树下 垂得菩提 自己见到呢 看到自己啊 就跪着 你虽然身体是这样 但是你会感觉 好像自己在跪着 然后尊重鼎礼佛 然后何时长 非常的公信安住 一刹那之间 你自己呢 动个念头 你就上了大宝莲花了 那你身心就脱离了 所以摄利佛 佛对我们 释迦牟尼佛对摄利佛说 若有众生平时在佛像 佛塔 或寺庙 你看这是三个他的所言进 再讲一遍 佛像 佛塔 或是寺庙 可以布施 共灯的话 透过发愿 观想 那离命中的时候 会得到这四种光明 这四种光明是非常殊胜的 好 接下来再看 昨天的点灯祈愿文 请分开 第六十三页 对不起 因为我昨天讲很久 就让他讲到最后呢 没有什么力气 所以我今天很聪明 换我来放MP3 比较快 好 这个是阿迪夏尊者点的灯 那昨天已经唱过了 现在我会放给大家听 那请第一遍的时候 请你用听的 第二遍请你大声唱 也观想 那好 现在请 请合掌拿着六十三页 先念发愿文 好 没关系 因为讲尖的关系 我代表大家 点一盏灯就可以了 你观想你自己手前 有捧着一盏灯 好 你看后面也很多灯 没有关系 好 你就观想 好 我念一句 你就跟着我念一句 好 它有顿号 我念一句 你就念一句 然后把心定下来 先观想自己手上捧着一盏灯 你是合掌的 接下来观想我念的灯呢 可以一盏变三盏 三盏变七盏 七盏变十盏 变无量无边 整个海印古寺 全部都是灯 也观想整个灯呢 是整个新加坡都是灯 也观想整个地球 全部是灯 我们也因此 发愿点灯的唱颂功德呢 回向给四川地震 以及缅甸灾难的众生 他们会得到功德的 好 看着经文一起念 我念一句 你跟我念一句 愿灯聚 愿灯聚 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柱 愿灯柱 景臣虚迷山王 景臣虚迷山王 愿灯油 景臣汪洋 此灯之树 愿灯 一展得现于美尊佛前 愿此光明 消除山游 消除山游顶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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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间地狱以上 无间地狱以上 所有无明之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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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是万诸佛菩萨之进度 皆得显明清见 皆得显明清见 下面是咒语 Om Venza Aroge Aung Om Venza Aroge Aung 好 请放掌 那这个最好能够念三遍 接下来他就会是用唱的 唱的呢 各位都有这个文 我说过这个文呢 是阿提侠尊者写的 由这一世尊贵的大宝法王 亲自做音调 所以各位有讲义 那现在呢 我放一个他的歌手 唱的给各位听 我也做音调 这个歌手 没特别edar 始为张忌 荒荡 十方计 十尊空心 无法诸 坦诚声中尽风弦 独目为首有情中 此生已尽可所生 皆能清洁或清土 愿与弥陀和为依 三宝三个终地里 不能如此所发愿 其轻加倍所得者 岂有光明 此等主 风险 险 险 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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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灯 无余光荡 十方计 十尊空心 无法诸 潘城山中尽风弦 不为首有情中 此生已尽可所生 此生已尽可所生 皆能清洁或清土 愿与弥陀 愿与弥陀和为依 三宝三个终地里 不能如此所发愿 其轻加倍所得者 其轻加倍所得者 与弥陀佛土 愿与弥陀陀和为依 监浅 先前前前活的 全海斗佛造 无余光荡 十方计 时尊空隙 无法走 盘车身中 尽黄前 父母为首有尽头 此生已尽我所生 皆能清洁或尽头 愿与弥陀和为依 三宝山的同地里 不能如此说法愿 其情加倍 所得者 地雅达 便雅达 便雅达 阿瓦 布达 便雅达 地雅达 便雅达 便雅达 阿瓦 布达 便雅达 阿瓦 布达 波 阿瓦 组 阿瓦 买 唱得很好 很庄严 然后呢 这个我想你们又会问了 师傅 我又不可以要这个音乐 请你自己上网 上Gamama的网站 他就可以download点灯祈愿文 所以点完灯 你唱完这个以后 前面发愿念三遍 唱诵呢 至少念一遍 可以念的话念三遍 念完以后呢 请你翻到七十七页 中国智者大师的发愿文 普贤菩萨发愿文 然后呢 把灯就放在桌上 然后跪着念这个发愿文 很虔诚的念 在这里呢 我就不带你念了 你可以在家里做功课念 你可以初一 十五发愿 也可以每天都发愿 看个人的时间 法无定法 若是去朝圣的话呢 希望全体的这个联友可以在圣地呢 一起发普贤发愿文 那普贤发愿文呢 也可以分开念 也可以自己念 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呢 是你自己要发起这个广大的愿心 好 现在翻回五十三页 请看愿波罗蜜 丁二别显 好 请看下面 换灯片 切换换灯片 所以要常常点灯发愿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他们都会发愿 这个图片当中可以看到 大家点灯当中还有共香 这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圣地呢 为了安全起见 它是不可以你点香的 那没有关系 你心点戒定会真香 然后呢 透过点灯发愿 如果是你要诵经的话 你可以在点灯发愿完以后 发愿文完 你在诵经 或念佛 最后就回向 好 你看一看 这是西藏的拉玛在过年的时候 的马哈嘎拉 观世音菩萨愤怒相 就是马哈嘎拉 为全世界的人一起点灯跟发愿 所以南传 北传 藏传 都可以透过点灯发愿 利益自己也利益无量的众生 接下来再看丁二别显 请看第一个 叫做供养诸佛愿 请看经文 所谓供养 顿号 己事 顿号 诸佛无余 视为第一大愿 这里讲的己事 就是做佛的侍者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阿南尊者是他的侍者 跟着佛一生 是很有福报的 可是现在佛已经灭度了 所以什么是代表佛呢 佛像 雕像 画像 你看到了都要像真正的佛在那里 你不要这样子 哎呀 反正佛像嘛 他就是佛像嘛 这个不是真的佛 不可以这样想 佛他可以显现佛像给你看 那是佛的这个报身跟化身的功德 所以你供的佛像呢 应该是很虔诚 恭敬 你就要想 释迦牟尼佛就在你面前 这样子的话 你供水 供香 乃至于供所有的东西 都会得到功德 佛曾经说 若他灭度以后 若有人以虔诚的心 真正在佛像面前 供香花灯果竹 供水或供花 你的功德就等同于佛在世一样 这叫供养诸佛愿 为什么要供养诸佛呢 因为佛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中国人讲都要尊师重道 世间的老师呢 还是教你 得到赚钱做事的基本资粮 佛教你能够出六道轮回的成佛之大道 当然你要常常感恩佛 意念佛 还有供养佛 所以供佛跟菩萨会有很大很大的功德 第二院叫悟二 护持正法院 与彼佛所要护持真正广大无边清净的正法 涉受一切的众生进入正等正觉的道路 而且普遍的保护佛清净的教法 这个叫护持正法院 这个护持正法院在座的各位佛弟子要发心 尤其是你若正式受过菩萨戒 不管是大称的菩萨戒或金刚称的菩萨戒 那要舍着生命护持正法 假如有外道要破坏佛教的话 你应该舍命护持正法 这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我们现在不一定有战争 也不一定有宗教冲突 但是你念念能够帮助众生 学来介绍他来听闻佛法 来学习佛法 这个就是护持正法 请你写在下面 真正的护持正法是什么 你的身口意要清净 做个好的佛弟子 不要被人家毁谤 嘲笑 侮辱 这个才是好的佛弟子 假如我们佛教徒 每一个人都守五戒十善 那当然社会的人就不会瞧不起我们 假如我们佛教徒 每一个人表面上很认真 心里面是假假的 他很世俗 你比他世俗 他很狠 你比他更狠 那这样子的话 不是一个好的佛教徒 刚开始他会怕你 可是当他了解你的时候 他会看清佛教 所以我们常常说 哎呀我们要发愿护持佛法 我们要广度众生 怎么度 先度你自己 身口意要清净 当然我们是凡夫 不可能一下子就无我 但是你很真心 慢慢慢慢去学 你身口意越清净一分 那你就会利益你旁边有缘的人 这是很重要 所以护持正法的定义 不单单是指指我 坐在法座上 讲经红法 这叫护持正法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乃至于你身随喜 对不对 弘扬正法的DVD VCD 流通书籍 乃至于现在护持网路基金 好的佛法网路基金 也是护持正法 乃至于做慈善事业 乃至于护持三宝 教育文化 很多很多的功德都可以做 但重点是你心中要有正法 假如你心中没有正法 表面上你做了很多很多 那只是福报而已 来生你可能当了国王 可是当了国王以后呢 你就忘了要度众生了 为什么 很多人呢 还没有当国王之前 都希望发愿做国王 其实当国王不太好的 除非你是真的有善根 我举个例子鼓励大家 十七世尊贵的大宝法王 在菩提加爷2005跟2006 举行普贤行愿大法会 我有荣幸去参加 他有一次对西藏人开示 我没有参加 因为我不是藏人 那呢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藏人回来跟我讲 大宝法王亲自跟他们说 西藏人虽然流亡很辛苦 但是不要在菩提加爷面 发愿来生成为富贵人 法王讲了三遍 不要发愿做富贵人 他说你看到了台湾 东南亚很多佛弟子很虔诚 穿得好吃的好 对不对 来护持 问题在台湾的佛弟子 或东南亚的佛弟子 都很精进的学文师修 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佛学班 他们做很多很多的功德 所以今天他们有这个福报 法王告诉他 不要发愿做富贵人 富贵学到难 你现在很贫穷 你还会来拜拜佛 点点灯 等到你有钱的时候 你连哄都不哄 对不起这一段是我家的 不是大宝坊家的 为什么 因为你刚开始都会觉得 我要当国王 没有错 可是当了国王以后 旁边都不是佛教徒 理解就明争暗斗了 是不是呢 你虽然好心是个国王 可是旁边都不是佛教徒 他整你呀 还有一个人 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不知道 当你爬到高位 权力跟欲望 会让你迷失自己的